请回答王牌本期热点 看点1 郭京飞卖萌喵喵喵 郭网红实力上线短视频 首先 我长的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把美颜调到了最大 早安喵晚安喵午安喵喵喵 关小彤真实腿长揭晓 让贾玲羡慕嫉妒恨的腿到底有多长 啊 这么糟糕 杨迪矫臭验证 小彤能否活着离开房间 你问了一个问题说我脚臭 你不帮我澄清 显得我脚真的是臭的 弟弟 你必须帮我证明一下 快点 请回答王牌 嗨 小彤 这一期呢是我们请回答王牌 应该是第六期 大家也很关注你的成长 你为自己在这里的表现 主持人的表现打几分 打个两分 两分 那你的勇气哪去拿 第一期的勇气 现在怎么变怂了 因为第一期不了解 不用问了 我可以 那么我们这一期呢 再给你一次为自己加分的机会 本期请回答游戏规则 本期有三位被提问嘉宾 与若干位助力嘉宾 每揭晓一位提问嘉宾 小易可以选择邀请一位助力嘉宾帮忙 但是要先完成 绑定在助力嘉宾身上的隐藏任务 如果觉得采访难度太高 小易可以选择放弃 但是只有一次放弃机会 那么我们就接下来 先正式揭晓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第一位嘉宾 激动 姚晨 大队长的逆袭之旅 姚晨 来评价一下有什么印象 姚晨老师的话印象是气场 特别强 那姚晨姐姐呢 不但是人有气场 我们为她准备的问题 更有气场 这是为姚晨准备的问题 我感觉我进了个什么不得了的坑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回应丈夫的绯闻 第二个问题就是 回应整容 我可以就是 选择用那一次宝贵的 唯一的放弃机会吗 但是你现在还不知道 后面两个是谁 就是你这一次用了之后 后面就不能再用了 第一个就是姚晨 老师这样的 就是抛出我的能力范围 好多好多的 所以你最终的决定是 放弃提问 姚晨老师 好 非常理解 那么接下来你就 不再拥有放弃的机会了 我们来揭晓一下第二张牌 准备好 祝我好运 祝你好运 请选择你的助力嘉宾 决定威老师 请选择你的助力嘉宾 请选择你的助力嘉宾 决定威老师 是 杨迪老师 现在我们就要去找我的帮手 杨迪老师了 谁呀 我 我 拉狗 杨迪哥哥 哎呀 杨迪哥哥你好你好 我是 傲季 老师 不是 成为大王牌的MC 来个傲季 讲普通话 因为联工观众 这 好了 到我了 对 我看过这个之前 真的 之前采访过那个 倪拼老师和赵忠祥老师 男孩还是要男孩一样 好 还没长大吗 你多大 现在准备进军演艺界了 我和他们一样那种水平吗 对 猜到我这次来这里的目的了吗 不知道 就是跟我聊了这么多乱吃八糟的 那我就走了 那谢谢杨帝老师 就走了 就是访谈嘛 难道不是吗 今天我带着一个特别的人物来 你要干嘛 哎 不是你 不是你 你要找我干什么 就是我等一下要去采访郭金飞老师嘛 嗯 你要喊我跟你一起去吗 没想不去 我不去 你可以给我一个我必须去的理由我再去 咱们都是四川人了 我重庆了 你就老乡应该照顾一下 对对对 我不是重庆的 我是四川的 就没有别的了 但是 太轻松了 放过你 我们就是要刁难你 上来 你先要对嘉宾一顿宽 一顿宽 不刚过元宵啊 我看见杨帝老师上了元宵晚会 是的 洗灯新闻联播 用了我的特写 下载 截图 好看到爆 你还有什么准备的吗 再采访我一点 因为马上就到他的环节 我就没什么了 在先前一档节目上面 嗯 你妈妈不是给你寄了防臭鞋垫吗 什么 儿子你长年在外 等你一天到处奔波 妈妈就送你一打娃子 这个娃子是防脚臭的 嗯 哈哈哈哈 大钢厂送的 搞得我都下不来台 其实我的脚是非常香的 哦 宝贝 弟弟 你闻 不信你闻 你 你试试看 我不让你闻脚了 你闻我刚穿的鞋 真的是没有味的 那个 如果你的 导演可能在媒体等我发 他发微信叫我了 不是 你问 你问了一个问题说我脚臭 你不帮我澄清 显得我脚真的是臭的 弟弟 你必须帮我证明一下 快点 啊 不臭 香 肯定是不臭的 如果谁的脚臭 我脱鞋的那一瞬间 大家都跑掉了 眼前一黑了都已经 你说实话 你现在帮我 我说实话现在在这 哈哈哈 我去了 你先帮我给所有的观众证明一下 真的 香 香 香 哈哈哈 香也有点过了吧 就是是 普通人的味道 啊 不对 对 普通人的味道 就是 打了篮球可能 真的还可以 沉迷 行吧 我们去采访郭君飞 好的 我们接下来要去采访一下金飞哥了 对 熟不熟 和他 第一次 第一次 我和他也不熟 所以就没关系 但是我看了那个金飞哥 他有个电影 《二代妖精》里面 他每次出场的时候都自带BGM 就是有一个 一走出来 他一亮相 就会有一个他专属的背景音乐 敲吧 敲门了 好 我先走了 哈喽 你好 我荣迪哥哥 荣迪哥哥好 哎呦 杨迪哥哥好 没有 你是哥哥 杨迪姐姐 里边请 什么鬼 我今天跟着子彧来 有任务 什么任务 给金飞哥讲一下 这次就是 这次就是 请回答王牌 这次就是 小朋友 好了 好了 这是请回答王牌的一个提问任务吗 就是衍生节目 基本上来录王牌的 比较红一点的 都会有这个环节 比较红一点 对 那我的衍生多不多 快完了 快完了 已经快 已经看完了 我们就 开始第一个问题 好 来 就是 在流浪地球中 您只出演了一张证件照 有什么想说的吗 哦 那个网友都有 都有说这个事 对 认为这是我所有演的戏里面 最严肃的一次 我也觉得我的表演过于严肃 话太少了 以后多注意 好的 但实际上我去看的时候 还真看着了 因为之前是先知道 有这么一个证件照的事 我还真看着 虽然是并排着三张人的照片 所以你是要躲晚的时候 才去看的 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你是知道的 感觉的 好看 我属于这种人 你干嘛把这个给我抖出来 我很忙 我会 对 金飞哥哥曾经说过 就是自己的梦想 是当一个二线演员就好了 是 有这个梦想 现在我改梦想了 现在想改成什么 超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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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因为什么 因为流浪地球的关系 郑建造 给了自己勇气 就是最近有很多艺人 用网红滤镜上的热搜 可以请郭建飞老师模仿一下 这有什么模仿的 我就是网红 你看没看过艺人 我又不是艺人 那些视频吧 我们这边也没看过 就是本身很粗糙的一个汉子 皮肤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男生 这不太适合我这种滤镜 我的皮肤这么好 我都可以演流浪的月球了 先看个视频好不好 先看个视频 瞅一瞅看 首先我想正好 现在是开了美颜 现在是开了滤镜 现在呢是加了假发 接下来我们加上表情 还有背景音乐 有点而已 前后差距还是比较大 我来演示一下 就知道这个滤镜的魔力了 我算是长相比较刁钻的吧 不不不刁钻 刻薄 我来试试看这个 我们有准备假发吗 而且你们这个假发 和人家这个视频里面的 哎 紫衣你看人家他这个是属于那种 漫画 白色 来 这种挑战失败的这种 你这出来以后会是一个老太太 我们试试看 看一下这个网红滤镜会不会达到 连我这种长相都能成功 我先帮你打个样 肯定没问题 对 真的吗 肯定没有 我就自己来 首先我长这个样 现在是开了美颜 差距好像 不是很大 差距好像 马上 快了 现在是开了滤镜 我戴上以后你们帮我说 没错 现在是戴了假发 首先我长这个样 现在是开了美颜 现在是开了滤镜 现在是戴了假发 最后配上表情和动作 早安喵 午安喵 晚安喵 喵 我刚刚那个还可以 做了个成功的示范 还行吧 还行吧 关键老师 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来说 我知道你们又要让我来一段 是吧 但是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演员最坦的就是重复 我给你们自创 你不觉得这简直乱了 怎么说呢 它到底像谁 首先我长的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自然的状态吧 现在是把美颜调到了最大 凑近拍拍皮肤啥的 首先我长的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开过滤镜 现在是把美颜调到了最大 我都可以演《流浪的月球》了 《流浪的月球》了 那我们就恭喜 姚思姨跟我们一样 就老师这一部完成了 这就送你了 这条短裤还是你拿回去吧 我待会儿台上要用 找提 好 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谢谢我啊 你不知道感谢我吗 好 谢谢 太客气了 接下来想采访谁 接下来不是采访 接下来我们要揭示一下 第三张牌 第三张牌 那我自己来了 关小头姐姐 关小头 就是让你连问题都害怕到 忘了我的问题 现在你准备 现在你准备 我已经早有思虑 那就是 好主意 我没有我 要易血停止 有勇气 好 加油 我回答 我回答 你好 关小头姐姐 又是我 我已经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就是最近关小头姐姐 因为腿肠上热搜嘛 所以我们可以现场量一下腿肠吗 这么突然的吗 这次感觉更犀利了呢 oh that's ok baby 更吸引的呢 就是想现场量一下真实腿肠 揭秘一下 好呀 好呀 那就邀请我们的服装老师 万一量完了之后发现 只有那么一点点 那服装老师有什么 就是正确的量腿的姿势 可以交税用 连尺寸一般都说什么 腰这里 腰 到脚盘这种 好 一米 就 我记得我上小学 数学老师给我讲过 这么宽是一米 刚刚好 我腿只有一米 什么宽是一米 就说他把手这么打开是一米 啊 不重要 不重要 感觉马上就要暴露身高 有什么感觉 马晓彤 两万的折发费 只有一米一点点 马晓彤 退 一百米 是 哇一 一米零八 这么长吗 我可能长个人吗 那我们两下小一点 可以吧 不了吧 那就不了吧 那就在此 在此揭晓了关晓彤姐姐 真实腿长 一米零八 哇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 就是经常在网上 就会有各种标签嘛 比如说什么 什么国民闺女 热搜包年户 玛丽苏之光 土味少女 学霸 这几个标签 贯上童姐姐最想去的 是什么 其实这些我都不是很在乎 都不要 我最在乎的就是别人说我胖 没有 挺瘦的 真的 不 就他们说胖 因为我个高的女生嘛 就稍微胖那么一点 会显得特别爪 就这个标签 是我比较想撕掉的 像你说这些 对我来说 对我这种脸皮 比较厚的人来说 我是完全不在乎那些 不在意 不在意 但是说胖就不行 就是不能说胖 其他说什么都行 对 每次看到请回答的邀请 都不禁让人捏上一把冷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 看看小童如何在游戏中 力挽狂烂 无与伦比规则 在规定时间内 比划者可以用肢体和描述的形式 向猜词者传达信息 最终猜词多的队伍获胜 来请派人 咱们就派两个去演的 然后我跟花花猜 帮我跟小童 我们是截胡了是吗 截胡 走 准备好了吗 你用动作我用嘴 告诉我们几个字 好 小童比划 主持人老师来说 挑战 开始 好 这题 重点 孟茜 structured 猜语 噓 下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我要逗鸡 这个我要逗鸡 逗鸡 逗鸡 重点 重点 屏 重点 顾 与童鸡 风格 重点 重点 弄与童鸡 两个字 模特 这是什么老师 你可以多描述 猫哥 猫哥你要说话 台步 踢台 猫步 走台 快了 羊子 过 猫猫猫不 猫 猫抓老鼠 汤姆和Jerry 猫抓耗子 快了 几个字 四个 狗拿耗子 猫鼠之战 猫鼠同盟 好早安 您可以说话 猪老师的嘴被封印了 猪老师不用口气 猫哥你要说话 猫 吃吃吃吃 猫吃什么 猫吃耗子 抓 又过了 芭蕾 咬我几度 三个字 吃面条 这么简单吗 你们俩是观众是吗 你们等他们说话呀倒是 截胡 两个字 凭啥 什么人 朱老师不是说他用嘴吗 也没说话 对呀 这这他不用我了 一度 慢了 两个字 哇塞过桥 这就什么了下腰 这就什么了下腰 好十秒 三个字 跌拳道 跌拳道 你怎么不吭声啊这 这个 四 三 体操 二 一 艺术体操 时间到 艺术体操 可以啊 我这样说一句 其实朱老师 您是可以出声的 我跟你说朱老师 这个真的全靠小童 冒哥从头到尾就是手势 关键那个鸡叫也没学鸡叫 都没学 一句都没说 还是学个别的 一个口技演员在台 花花 我们俩这边靠我 你瞅你 你瞅我花花 花花 挺好 贾勒你就不错了 你看我们俩那俩 去哪儿跟谈恋爱似的 那俩人那 你们俩过日子的 那俩人说一句话 你们听起来了吗 日后月再重脸 马晓 哈 哈 干净人生已经到达了天锋 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